较早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为了挑战AMD 7nm的Zen 3架构 英特尔将会于今年年底 推出10nm工艺的12代Corey作为反击 但现在看来英特尔已经是按捺不住了 并于近日公布了首款10nm的11代Corey B系列处理器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英特尔的11代Corey已经算是布局完成了 无论是G110nm工艺的Tiger Lake移动码器类 还是G114nm的Rocket Lake桌面板系列 看得出来英特尔能够做的确实是只有这些了 然而由于定价方面的过于自信 进而导致了11代Corey的性能与价格几乎不成正比 更何况这对硬件产品而言的确算是大忌 毕竟没人想去购买一款性能拉胯 价格更高的产品嘛 所以为了缓解目前的尴尬局面 英特尔便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 推出了首款G10nm工艺的桌面处理器 11代Corey B系列 这里我们就暂时称谈为11代Corey青春版处理器 具体来看 目前英特尔已经在自己的ARK数据库中 上架了四款11代Corey的新品 分别是i9-11900KB i7-11700B i5-11500B 以及i3-11100B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们的代号均为Tiger Lake 都是基于10nm Superfine工艺打造 核心架构也为Volucal 同时都将搭载UHD核显 换句话来说 11代Corey B系列以目前的11代Corey移动端几乎一致 而i5-11500B则为6核12线程设计 基础频率为3.3GHz 锐频为4.6GHz TB频率仍为5.3GHz L3级缓存为12M TB功换为65W 最后i3-11100B为4核8线程设计 基础频率为3.6GHz 锐频为4.4GHz TB频率为5.3GHz L3级缓存为12M TB功换为65W 而从这些参数中也不能看出 在整体性能方面 11代Corey B系列是处在高预移动版的Tag Lake 但却有低于中面版的Rogue Lake的位置当中 然而在PCIE方面 其不支持PCIE 4.0技术 并且只配备了PCIE 3.0协议 而且其通道数也仅为16条 但好在内存方面 其支持了双通道DDR4 3200MHz 看到这里也相信不少玩家都有疑惑了 英特尔这究竟打的是怎样的如意算盘啊 难不成真的是11代Corey青春版 然而据外媒Thomas Hadwell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向英特尔官方确认 11代Corey B系列确实是属于桌面端处理器 但其会采用BGA缝装 且面向一对小型台式机有需求的用户 而回望过去来看 这样的做法已经在第8代Corey处理器中就有所展示了 比如Corey i7-8700B迷你款神优 看来要真正地用上英特尔10纳米桌面端处理器 还是得等到年底的12代Corey才行 所以大家对于11代Corey的B系列处理器有何等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打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Key强 我们下期再见